歡迎收看今天籌碼懂人大戶肉版的盤好幾盤視頻 我們直接看盤大盤今天中場上漲614點 ODC也漲3.4點 如果說從K線的話 我們可以比較很明顯的看到季線有沒有撐 同學季線有沒有撐 季線基本上應該是準備要指紋 先停在這邊 不管說後面會比較下去 起碼這邊技術線以上稍微尊重一下 停個幾天 那停個幾天的話 我們先來看幾個數據 應該這個算是好消息 昨天外資只能疊那麼多 外資只賣90億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內資被迫停損 如果說今天來看的話 今天漲600多點 外資買多少 其實外資沒有買很多 126億 所以怎麼樣 內資被迫停損 今天又反彈的 今天反彈的 就開始在買 所以如果說以這邊的話 同學我不知道到什麼發覺 其實外資對於盤勢的影響力 不是說沒有 而是怎麼樣 而是內資對於盤勢主導力量 基本上怎麼樣 它有點越來越大 不然我問你 買100多億而已 照理說就漲100多點而已 以前就是外資買1億就漲一點 現在呢 現在漲600多點結果外資買100多億 所以還是一樣內資的力量 但內資也很多 有投信或者說政府基金 測試基金這邊都是 好那這個看完了 再看另外的東西 同學這個我認為是比較關鍵的 就是今天的棋子的部位 外資的棋子 雖然說現在還是空單 不過呢 它從開上次的34000口 昨天是4萬對不對 我們昨天跟他說沒有多很多 好不好 就多6000口而已 那補一下 補一下就回來了 現在怎麼樣 現在32825口 也就是說什麼 同學 這個喔 你要跟這個來做比較 就是你要跟開上次來做比較 那如果說你跟開上次來做比較的話 他的態度有沒有續空 同學有沒有續空 他態度沒有續空 你懂我意思嗎 他態度沒有續空 所以就藉線這邊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先穩住 好不好 先穩住 那先穩住的話 我現在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什麼 昨天跟大家提到 季線這邊要持穩嘛 就是指數性的持跌 或是結構性的持跌嘛 基本上要這樣子嘛 如果說以今天來講的話 今天漲600多點 當然是怎麼樣 指數性的部分 佔比較大多數 這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兩種啦 看是要拉指數性的 還是結構性的 那指數性就看台藝店嘛 同學 應該沒錯吧 就看台藝店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 以權值來講 就台藝店、鴻海、廣大這些 然後都關到季線去了嘛 然後結構性的話就看這些 什麼生洋辦大宗精彩 這跟台藝店有關係的股票 今天基本上都有漲 那生洋辦漲得比較多一點點 比較多一點 也就是說什麼 就今天的部分 內置 內置又回省了 那主要就是像拉台藝店 拉生洋辦 基本上就這樣 那如果說以台藝店來講的話 這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 昨天往下掛嘛對不對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稍微談起來 談起來同學 這個談起來 如果說你是比較偏短線 你做長線的當然是 就不用理他 你做長線的不用理他 因為怎麼樣 昨天這個 昨天那個掉下來 都跌破什麼 都跌破那個庫長谷的 950的低點的 那個說真的有點撿到槍 但是如果說今天談起來的話 談起來 到 如果說他在談 到1000這邊 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是比較偏短線的話 就幹嘛怎麼樣 你就先收錢 好不好 先收錢 為什麼先收錢 1000塊以上 同學1000塊以上 跳一個Tick是5塊 所以跳一次就40點 外資 不要忘了 外資這個地方只是先看指紋 他沒有看大多 他空單還是3萬多 你都知道嗎 他只是沒有繼續往下看而已 你知道是什麼 他沒有繼續往下看而已 但是他沒有看大漲 所以他空單還是3萬多 所以1000塊以上的話 一檔是跳一個Tick是5塊錢 5塊錢的話就40點 40點的話 很容易咬到 他的空單就很容易又被咬到 所以以外資的部分來講 今天外資應該是有小買一點 我錄影的時候資料還沒出來 但是如果說他覺得他被咬到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喔 媒體應該會繼續跟你講 什麼川普怎麼樣 然後他的賣鈔應該就跑出來 應該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就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什麼 先指紋好不好 先穩住季線 然後呢 今天應該是這樣講 我的看法應該是這樣 用指數信心把季線穩住 指數信穩住之後再來就是結構性 那結構性的話還是一樣 就是什麼樣 就大盤星星潭夠為偏天 基本上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接下來你要看什麼 接下來當然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 你看指數信的話就看台藝店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看了 台藝店一支就夠力了 但是1000塊以上 我個人認為不見得推得動 好不好不見得推得動 因為怎麼樣 因為外資空單還很多 好不好 可能會他會他怕被咬到情況之下 他會壓在 應該會壓在1000這邊 再來就是結構性的部分 用強勢股提债股去維繫人氣 那強勢股提债股 維繫人氣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看 同學 這個地方我認為還是一樣 就是你要往電子這邊看 因為疊墜甚至是電子股 最有想像空間也是電子股 所以你要往電子這邊看 甚至於如果說9月這邊 開始出Gb200這邊的伺服器的話 題材也都在這邊 甚至8月份黃仁勳要來 所以還是往電子股這邊看 會比較有話題性 好不好 那會比較有話題性的話 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就是回答部分 這邊有個新聞 就是大摩昨天發的 不確定大針台股線盤整 同學這個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佐證我們剛剛跟他說的 就是應該說外資的部分 基本上是這樣看 就是整理啦 整理的就是季線穩住在就整理了 精力啦 精力夠無表現嘛 那給我表現的話 同學到底要先看哪一組 其實昨天有個新聞 昨天有個新聞 其實這個新聞出來 我也覺得蠻妙的 為什麼 因為照理說 這個新聞出來 媒體上點名這兩支應該都怎麼樣 應該都要漲停板 直接鎖起來 結果呢 結果沒有 昨天變 昨天是大跌 那你說今天盤好了 有沒有把昨天的黑K棒給收掉 其實目前來看是沒有的 你知道嗎 沒有啦 也就是說什麼 就反彈的部分有好幾組 那如果好幾組的話 今天雙龍跟齊龍有漲沒錯 不過呢 你看一下這個K棒 同學大盤在哪裡 他們在季線 應該沒錯吧 大盤在季線 大盤在季線的這個情況之下 這條紅色的叫做半年線 他們在半年線 你有沒有發覺大盤在季線 他們在半年線 這有點奇怪 應該沒錯吧 你比大盤強 應該你的位置要在月線 對不對 沒錯吧 你比大盤強要在月線 就我們這邊跟大家提的嘛 你比大盤強的話 你要在月線嘛 你要在月線啊 你要在月線啊 這條綠的是月線啊 你要在月線啊 不是在半年線 半年線已經怎麼樣 半年線已經比大盤還要弱了 那半年線比大盤還要弱的話 今天一根紅棒 沒錯啦 今天很多都反彈啊 今天一根紅棒 但紅棒有沒有把昨天黑K收掉 基本上是沒有把昨天黑K收掉 怎麼那麼奇怪 到底是先看這一組嗎 同學你看這個 他說水冷零組件出包緊急救援 不是說這兩家公司不好 同學你不要誤我意思 而是就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水冷的台灣有在做的 台灣有在做的 有CDU就是那個藝人的那個 分配的那個主機 還有Coreplate 就是水冷板還有分期管 台灣主要在做這幾個東西啦 那這幾個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雙紅旗紅會做 廣運也會做 同學我這個圖是廣運抓下來的 這個不是雙紅旗紅的官網 廣運也說會做 然後呢 立志也說他會做 一大堆公司都說他會做什麼 集帽啊 一大堆怎麼做汽車水冷也說他會做 也就是說 就這幾個部分 因為水冷的關係 很多廠商都往這幾個地方走 那越來越多廠商在做的話 如果說這麼多廠商在做的話 代表說什麼 台廠這邊 這個東西是比較成熟的 就是成熟大家都要走 全部都跳進來 跳進來 大家都要走其實這個怎麼樣 這個後面他就有機會變成 大家都會做了嘛 大家都會做的話就會怎麼 就會變有點殺價強單 所以為什麼大盤在進線 這些股票在半年線 他是比大盤稍微弱一點 那比稍微弱一點的話 今天怎麼樣 照理說要把今天剛剛要漲停板 對不對 就是因為昨天出了利多嘛 昨天出了利多 如果說假設 如果說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的話 照理說今天應該要鎖起來 就是還給昨天一個公道 但是今天也沒有 那今天沒有的話 那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同學 這個財商很多都會做對不對 那很多都會做的話 代表技術是成熟對不對 技術成熟 請問會漏水嗎 技術成的東西有 不會漏水啦 所以漏水的東西在什麼地方 同學漏水的東西在哪裡 漏水的東西在這個嗎 這個嗎 這個嗎 這些東西技術都成熟了 這些東西是不會漏水的 漏水在什麼地方 在轉接頭 轉接頭啦 你懂什麼 漏水在轉接頭啦 轉接頭這個東西有 像這個啦 這個一台兩三萬美金啦 因為它貴 所以大家都來做這個 這個東西是貴的 這個基本上都是算幾萬美金的 但是轉接頭 其實它只有五六十塊美金而已 它很便宜啦 但是便宜一台機櫃用多少轉接頭 用好幾百個轉接頭 但是因為它便宜 所以台廠這邊 切入了廠商不多 那切入廠商不多的話 現在漏水的東西 在轉接頭 轉接頭很容易漏水 你懂什麼 你懂為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太會漏水的啦 會漏水的都在轉接頭啦 那轉接頭 你知不知道台灣誰在做 同學我直接告訴你好了啦 台灣沒有人通過回答認真啦 轉接頭全部都是外國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新聞出來 為什麼這個新聞出來 奇怪怎麼新聞出來變大跌 當然昨天你可以說 是因為盤勢不好 就是他們變大跌 但是昨天大跌 今天應該要大漲啊 結果有大漲沒錯啦 但是昨天黑價包沒收掉 所以這到底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們都做這個啦 都做這個啦 水冷板啦 主機啦 分級管啦 都在做這個東西啦 會漏水的東西叫轉接頭啦 轉接頭就沒有人通過認證啦 沒有人做啊 台灣沒有人做啊 沒有人通過認證啦 有啦有在做了 什麼石塑前一陣子不在漲嗎 石塑什麼陣領這些之前有在漲嗎 有在漲就是 傳出他們有在做轉接頭 沒通過剛做而已 沒通過認證 認證都還沒過啦 現在只有美國這邊的啦 美國這邊有通過認證 都是美國在做轉接頭啦 你知道嗎 所以漏水的東西跟台灣做的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說要看這一塊的話 當然不是說不行 而是怎麼樣 而是這有點你邏輯對不起來的 漏水漏水 但是漏水漏轉接頭 台灣怎麼做 台灣沒人做 雙方其中也不是做轉接頭的啊 那就不一樣啊 你台灣是不是 所以如果說要看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跟他說的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要先看牆的 要先看收復昨日黑K棒的 可能怎麼樣 可能就 可能就不是隨人這邊 當然隨人也是重點 但是可能就不是隨人 反而是什麼 反而是你看這個 西西流這一塊是今天怎麼樣 今天有把昨天黑K棒給收掉的 這一塊 這一塊是有把昨天黑K棒給收掉的 有把昨天黑K棒收掉的話 而且不是一支 台灣電跟台藥兩支都一起怎麼樣 把昨天黑K棒給收掉了 所以如果說這樣相對起來的話 跟那個比較起來的話 可能怎麼樣 可能他們的K線力量是稍微強一點的 而且呢 而且我記得是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過 反而有沒有出報告 其實反而是有出報告的 西西流是有出報告的 然後有沒有上調平等 有上調平等 有沒有上調獲利 也有上調獲利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怎麼樣 如果說後面 應該說後面 GP200這個要出的話 因為他們是出什麼 出交換器的 你沒有交換器的CCL高階板的話 你伺服器沒用啊 不是嗎 因為全部都綁在一起的嘛 雖然如果說以K線的強度來講的話 散熱是可以留意的 不過以K線的力量來講的話 CCL比散熱這邊還要再強一點 好不好 還要再強一點 而且說真的 這本益比基本上也不太高 本益比應該不高吧 你散熱的本益比都20-30倍以上了 這不是才幾倍 15-6倍而已 今年賺10塊 今年賺也不是10塊 今年都算11塊 賺11塊的話 股價還在150-160 這個本益比應該不高吧 稍微相當安全 所以如果後面要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什麼台光電 台藥應該是可以留意的 當然台藥 台藥我認為還是一樣 最愛的應該怎麼樣 這800G 他這邊在出的嘛 好不好 一樣可以留意的 再來怎麼樣 再說GP200 GP200同學 如果說我們以凱基這個 他之前出廣達對不對 原大 之前出廣達 他說什麼 9月份就要開始出了 同學現在已經 7月底了 你8月中到9月就要開始量產了 雖然所以 這個地方 有在交的零組件 基本上怎麼樣 基本上他業績開始要跑出來了 那業績要開始跑出來的話 有支股票你可以留意啦 這個啦 如果說我們先用線型來講 因為很多股票線型都破壞的很厲害 這支股票的線型 基本上還沒被破壞 如果說以線型來講的話 然後這邊是上那些趨勢線嘛對不對 這兩個 去壓 應該說支撐去的地方 就支撐去的地方 他現在股價當然壓在這邊 那壓在這邊的話 你看這個 他今年也可以賺十幾塊 今年啦 今年也差不多賺 今年也差不多賺十一塊 本益比台幣還低一點 這是投信 投信一直在買 這是外資 外資最近也在買 為什麼都在買 同學過去 一般人都說他是存股的標的 沒錯他是存股的標的 但是呢 最新的消息顯示 他也有GP200好不好 他也有GP200 就是有GP200 北比又低 又賺十幾塊 投信外資都在買 然後呢 線型又接近支撐區 所以如果後面要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 可能這支股票你可以先看 當然啦 可能不用明天看 因為明天怎麼樣 搞不好也要放假了 就差不多這樣 可能就明後天 可能會放假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做個結論 但是同學還是一樣 還是要先看他 好不好 就是應該是他最新的消息 為什麼法安產買 因為他有GP200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做個比較簡單結論 當然第一個以大盤來講 同學大盤 我相信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在季線這邊 季線是生命線 對不對 大盤的生命線嘛 大盤生命線的話 昨天就打到季線 打到季線 你要稍微尊重一下技術線型 好不好 技術面的部分 所以我們昨天跟他說 季線這邊 就是你可以要稍微做反向思考 今天怎麼樣 今天把昨天跌的 基本上全部漲回來 全部漲回來 所以大盤的部分 同學我現在不是跟你說什麼 V型翻轉 V型翻轉很難 V型翻轉真的很難 好不好 你不要先想什麼V型翻轉 他可以撐在季線這邊 就不錯了 只要先在季線這邊 先穩住就可以了 只要穩住 內置怎麼樣 內置就會聞到說 這個盤可能不會再跌了 不要說不會再跌啦 內置可能會聞到說 季線這邊要直穩了 台電這邊要直穩了 所以我繼續一 我就繼續玩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季線這邊 我基本上是有機會穩住的 穩住的話再怎麼樣 再來每次的戲碼都一樣 大盤清清潭個股一片天 要走到這個階段的話就怎麼樣 你要先看大盤強勢的股票在什麼地方 強勢股票今天的表現應該怎麼樣 今天表現應該就是 先把昨天的黑棒給收復 把昨天黑棒收復今天比較明顯的 CCL是比較明顯的 當然散熱也可以 不過散熱 蠻奇怪的 散熱昨天黑棒沒收掉 你可以等到黑棒收掉都不能再來 再怎麼樣 就台積電 台積電不是直接把昨天黑棒收掉了 不過台積電站上1000 如果說他又回到1000 外資搞不好怎麼樣 外資為了他的空單 搞不好也會K他 所以如果說以這邊的話 我認為先穩住季線 先穩住季線 再來用結構性止疊方式 那結構性止疊什麼叫結構性止疊 用強勢股在維繫元氣 所以短時間之內你要先把強勢股在哪邊 先把它找出來好不好 那把強勢股找出來還是一樣 叫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喜歡我們分享的話可以點個另外一個小鈴鐺 我們節目音訊欄第四天推播同志靈 我記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限制動能掌握 極限祝福大 今天操作順利 房台工作請坐好 我們 下次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